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下怎么样在手机上打开Zoom 首先第一点的话你要确定在你的手机上已经安装了这个Zoom的application 是有这个标识就表明你已经安装了Zoom的application 你已经安装了Zoom的application的话就是Zoom的应用 然后通常我们会把需要参加会议的链接发到这个群里面 那你只需要到这个群里面找到那个链接 比如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链接在我们的手机上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去点击这个链接 然后它就会出了两个选项 一个是Zoom 一个是Chrome 我们选择旁边的这个Zoom 然后它就会 它就说因为我现在是为了给大家制作这个视频有录像 所以就说可以我们就接收 然后你看到下面这个地方有一个使用手机的无线网络 或者是手机的流量 然后有一个代应 这个你就是要点击 用手指点击一下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用你的手指点击一下 现在你的声音就进来了 如果这个消息怎么办 在手机上轻轻的不用按手指 轻轻的点一下让声音就出来了 一点这个麦克风就关闭了 点这个摄像头打开 点这个麦克风打开 所以你看我现在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两个我 应该是在这里就在这里 我再给大家重复一次 比如说我要退出来 我先点击这个列子 就退出了 然后我再到刚才的WhatsApp 这个地方来 这个WhatsApp的圈里 我先找到这个链接 然后点击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Zoom 然后它就会出来 这个我点击一下 左下角 那就进了 如果我要看到我的摄像头 点一下 这个摄像头就出来了 OK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对 感谢观看